第六十一集 做人走人路 陆续轻描淡写的哼了一声 松开手 弯腰把裤管挽起来 沉默着趴到病床上 宋年熙看了看伤口 心里暗叹 这个男人的体质真好 短短几天伤口完全痊愈 他拿剪刀和镊子轻轻动了几下 线就拆好了 陆续从床上跳下来 冷凝着脸看了他一眼 转身 离开 陆续 其实 穿线是护士的事 女人的声音在背后轻轻柔柔地响起 陆续的嘴角微不可查地痒了痒 说不清楚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闷闷的 顿顿的 还有些无奈 等他从视线里消失 宋年熙悠悠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听清楚了没有 医生有医生的职责 护士有护士的职责 他是一个副主任医生 连拆线的活都强 会让人说闲话 更何况 他是鲁三少 口袋里的手机嗡嗡震动了几下 宋年熙回神 看到是陈佳乐的电话 喂 宋年熙 赶紧点快微博 上面有你和你前夫 还有前夫小三的新闻 赶紧看 我先忙了 微博 宋年熙脑子里有什么一闪而过 似乎昨天深夜 沈欣打电话过来 也是让他看微博 出了什么事 宋年熙滑开手机 进入微博 只觉得眼前已黑 标题很醒目 一个同期的血泪控诉 照片也配得很巧 在人来人往的咖啡店里 她微微垂着头 看不清脸上的神色 对面漂亮的女记者 手里拿着餐巾纸递过去 脸上的表情像圣母一样 充满了关切 同情和难过 天哪 竟然是同期 怪不得要离婚 天天独守空房 哪个女人能忍得了啊 这个唐大少 真是人渣中的战斗机 给就给吧 偏偏还要去祸害一个女人 去死吧 俗影帝也是恶心 前面还一个尽得给自己洗白 现在人家正气都出来控诉了 这不打脸啪啪啪嘛 影帝就是影帝 瞧人家眼睛多好 前几天还有女明星搞暧昧呢 原来菊花躲躲开 才是真爱的 这种人渣 滚出娱乐圈 苏剑信 你这个死gay 滚出娱乐圈 苏剑信 你这个死gay 滚出娱乐圈 楼下的 请保持对型 怎么会这样 宋念希茫然地抬起头 眼里都是疑惑 手机突然一震 又有电话进来 宋念希一看来电显示 身体狠狠地颤了一下 宋念希 你他妈的给老子听好了 你竟然敢把我们的事情往外说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你等着 汤涵 你听我解释 滚他妈的解释 你这个恶毒的贱女人 表面装得跟什么似的 背后竟然搞这一套 行 行 行 你狠 算你狠 咱们走着瞧了 汤涵 盲音传来 宋念希头疼得厉害 根本没有办法思考 他咬了咬唇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强迫自己去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凉久 紊乱的心跳慢慢平复 他从皮包里找出一张名片 对着名片上的号码拨了过去 喂 哪位 于晨吗 宋念希 微博上的照片是你找人拍的吧 宋小姐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找人拍的 就凭这个新闻 出自角度工作室 那又怎么样 我只是放了一张照片而已 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放上去 可是 你却用了那样一个标题来误导别人 那 只能说现在的键盘党太好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宋念希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寒意从足底蔓延至心底 眼中闪烁着冰冷锐利的锋芒 他以为 做人只要问心无愧 就能立于天地之间 他以为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他更以为 人之所以称为人 是因为有底线 有原则 有良心 这一刻 他才明白 自己错了 于晨 做人走人路 夜路走多 你小心遇到鬼 说完 他挂上了电话 似有冰冷的泪水蜿蜒而下 他也懒得伸手去擦 人心的恶 比地狱的魔鬼还要可怕几分 这女人是疯了吗 神经病了 于晨抿了抿雁红的唇 把手机远远地扔开 敲着二郎腿在真皮座椅里转了一圈 陈姐 这样 是不是不太好啊 助理有些心虚地问 毕竟 人家宋念希一整言辞地拒绝了 他们这样算计他 又把他推到风口朗间 会不会太缺德 什么不太好 有钱赚就行 管他四活 于晨漂亮的脸上满是嚣张 做他们这一行 心慈手软是行不通的 不把别人狠狠踩一脚 怎么拨出头 春姐 万一他 哼 我一个在娱乐圈婚了这么久的人 还怕他不成 就算他要闹 也要先颠点自己的分量 我可是圣志国的亲外甥女 他那个做小三的妈 到现在还靠着舅舅来养呢 谁怕谁啊 唐涵 你自己看看微博 我就说嘛 我们两个保密措施做得这么好 怎么可能让别人发现 一定就是那个女人 剑西 你别叫我 我和你说 你要不把那个女人弄死 就别他妈的来见我 我肃剑心打拼这么多年 前程全会在这个女人手上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本来就不应该放过她 原本还以为她是夺无害的小绵羊 万万没想到 人家是条深藏不漏的狼啊 我真想戳下我自己的双眼 苏剑心说完 小妖一扭 气冲冲地走到房间 砰的一声 把门关上 唐涵这会儿肺都气炸了 整个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只要轻轻一点就爆了 宋年熙 算你厉害 行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气骂了几声 唐涵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怒气 推开房门去哄人 一个抱枕砸过来 走开 烦着呢 我不想看到你 第六十二集 那个男人对你很特殊 唐涵好脾气地接住了 行了 我们光生气有什么用 想想怎么把眼前的事情给公关掉 还能怎么公关 粉丝都让我滚出娱乐圈了 滚出娱乐圈又怎么样 老子养你一辈子 你愁什么 唐大少爷 你都快被赶出唐氏企业了 还怎么养活我 又一处心头之恨被挖出来 唐涵两个拳头握得咯咯作响 妈的 这口气要是出不了 唐字倒过来些 苏剑信见挑事成功 握在心头的气才算稍稍顺了点 他没稍一动 记上心来 小韩 我有一个主意 能把局面反转过来 快说 是什么主意 说出来 就怕你舍不得 什么舍得舍不得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说 苏剑信轻哼一声 向他勾了勾手指 唐涵听话地走过去 苏剑信在他耳边一阵低语 莫了桃花眼向上一邪 这主意怎么样 你就说你舍得 还是舍不得吧 哼 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照你说的做 五间 宋年西端着托盘 做到老魏之上 陈家乐打好了饭 很快跟过来 微博看了 嗯 别告诉我说 那个访谈是真的 是假的 那天确实有人找过我 让我说一下唐涵的事情 我一口就拒绝了 早知道他们有人潜伏在暗处 我说什么都不会坐下来 喝那杯咖啡的 我猜到就是假的 太他们缺德了 什么人啊 食堂正在吃饭的医护人员 纷纷把目光投过来 嘈杂声中 有些细碎的议论声传过来 宋医生也真可怜了 竟然做了同期 这几年也不知道他怎么熬过来的 可怜个毛线啊 老公那边不行 不还有小叔子吗 要我说呀 宋医生也不是傻子 肯定知道自己是个白色 忍了那么多年 还不是因为唐家有钱 我听说他离婚 可是从唐家捞了不少的好处的 宋年熙拿着筷子的手一掷 眼神暗了暗 一帮子三八婆 真想把糖都淋到他们头上去 淋他们一头 他们就能相信我吗 年熙 我别的不担心 就担心你那个前夫气急败坏 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心不由的一暖 宋年熙弯了弯唇 眼里尽是无奈 唐寒 是一定会报复他的 至于怎么报复 他真的不知道 害怕吗 怕 他一个孤女 无依无靠 无亲无倦 当然很害怕 可是 怕有用吗 年熙 明天我搬到你那边去住吧 不用 现在是法治社会 它不会做伤害我们这种低级的事情 有事 我会及时告诉你的 陈佳乐正想说什么 眼前落下一个阴影 两位漂亮的女士 我可以坐下吗 张若阳端着托盘 笑得一脸温和 张主任啊 快坐快坐 张若阳坐下 目光扫过宋年熙的脸 天大的事 也没有吃饭更重要 陈家乐按理 踢了宋年熙一脚 靠 张主任话里有话呀 谢谢主任 宋医生 平凡的人只配议论别人 出色的人 才能被人议论 来 吃个鞠腿 好站得更稳一点 心里 一束光照进来 很暖 也很亮 宋年熙垂下眼眸 眼中那忍不住要夺空而出的一点金银 许久 他抬起来 张主任 下午我想请两个小时的假 请假做什么呢 我想去见见我的律师 下午 宋年熙坐地铁去4S店拿车 然后开车到了迎宾路22号 贺瑞文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他原本是个不爱在脸上放表情的人 此刻冰山脸上有了几分温和 来了 这次倒是挺勤快的嘛 宋年熙坐下 用可怜巴巴的目光看着他 有事直说 不用拐弯末将 贺瑞文 我想请你做我的律师 贺瑞文的家族 都是帝都赫赫有名的律师 他算是家族中的奇葩 放弃祖业 学了精神科 但在美国读博时 他还是花了三年时间 拿下了律师证 算是对家族的一个交代 贺瑞文的神情立即制住 眼睛在镜片后闪烁着光芒 宋年熙 我很贵的 我知道 而且我还付不起钱 只能赦账 宋年熙 我可以免费做你的律师 不过 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 宋年熙深吸一口气 脸上有几分挣扎 像是在做一个什么重要的决定 半晌 他慢慢点了点头 行 我答应 但不是现在 等这件事情了结了以后吧 成交 赫尔文站起来 脱下白大褂 扔进一旁的沙发里 又从衣架上 拿下西装外套 这个天穿西装 不热吗 佛要金装 人要衣装 不穿得正规一点 怎么帮你讨还公道 谢谢 对了 上回你说的那个男人 你们现在怎么样了 今天我不做治疗 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凭着我和你的交情 除了那件事情之外 你很少会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看来 这个男人对你来说 很特殊啊 第六十三集 我喜欢强你锁难 呼吸声致了致 宋年西无意识地全紧手指 沉默数秒 是很特殊 他强吻了我 赫尔文瞪大了眼睛 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帝都消防总队 操场上 依旧是男人们挥洒汗水的场景 这场景 每天都会出现 陆续看了看手里的苗表 眉头微皱 休息十分钟 沈欣 你过来 领导 找我什么事 今天训练不在状态 什么情况 沈欣心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新来的大队长 真的很不一般 远远地就能看出 他不在状态 眼睛也太毒了 就是天太热了 别给我玩虚的 说实话 领导 我有点私事 女朋友 我还没有女朋友 宋年西 沈欣愕然地抬起头 一副惊悚的表情 这个男人 不仅眼神狠毒 第六感更毒 陆续一看他的表情 眼底的含义更浓 突然 手机响了 是飞不完打来的 这家伙 有些日子没有出现了 兄弟 你看中的女人 似乎流年不利啊 本人算计了吧 真是蠢 把话给我说清楚 说什么说 自己看微博去 陆续点开微博 滔天的怒意 狂喜而来 他把手机 递到沈欣面前 你是因为这个 沈欣扫了一眼 眼里竟是荒谬和滑稽 他当初嫁给唐寒 连我都满着 怎么逼都不肯 说出实情 现在离婚了 又怎么会平排无故 和一个陌生人诉说 更何况 什么 更何况 他在我面前 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宋宁熙的眼泪 都藏在他的心里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 他才会让他流出来 陆续此刻的脸色 已然平静 那双冰冷的毛子里 怒意也早已经烟消云散 如果飞不完此刻在这里 他一定会深叹一口气 离这个男人远一点 都说陆三少脾气不好 冷酷暴力 冲动蛮横 但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 才知道 陆三少真正动怒的样子 是风平浪静的 是沉默寡言的 是无声无息的 角度工作室 于晨看着面前的宋年熙 有片刻的正冷 没有想到 他竟然有这个胆量上门 并且还请了律师 哼 什么破律师 在帝都的吕师姐 他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 宋年熙 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 我们的发言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提到你说的半句话 所以在法律上 在法律上 你没有经过我当事人的同意 就将他的照片公布于众 侵犯了我当事人的肖像权 隐私权 光这一条 我就可以代表我的当事人 提出诉讼 你妈 台湾真的 贵工作室采用误导性标题 误导性照片迷惑群众 给我当事人的工作 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请贵工作室立刻收回报道 否则 我当事人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行啊 你们想怎么玩 我奉陪到底 老娘在娱乐前有今天的地位 不是下大的 宋年熙见他不仅不道歉 态度还这么嚣张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深夜 宋年熙从车上跳下来 转身苦笑 贺瑞文摇下车窗 别担心 事情还会有转机的 那个于晨看着很嚣张 其实 早就色力内人了 今天的对话 我都录音了 晚上我会再发正式的律师函 要求他们 在全网发表道歉声明 谢谢 我先走了 好 听话联系 车子驶离 宋年熙走进小区 在一处树荫下的长椅上坐下来 天空 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起雨来 雨丝落在她的脸庞上 她觉得凉 那种凉是刺骨的 慢慢渗入四肢 许久 她低头站起来 提步准备回家 只觉得一道冰冷的视线 正投射在自己身上 冷锐的 像是要把她看出一个洞来一样 她侧手 入目的身影 让她震住 几米之外 陆旭 正沉默地靠在路灯下 她 怎么会在这里 陆旭 陆旭没有应声 大步走过去 垂眸注视着她 心味满满 宋年熙抬眸与她对视 有事吗 陆旭依旧没有说话 她只是抬了抬手 一把将她拽住 宋年熙一愣 冷笑在脸上浮现 怎么 又想和早上一样 又质问我 带你去个地方 我很累了 哪里都不想去 宋年熙 我说过 我的话 从来不喜欢讲第二遍 你应该知道 我手臂和胸口的伤 已经好了 所以 不介意把她强暴到车上 说完 男人的另一只手倾台 微微拂过她的唇绊 宋年熙心头猛地一颤 侧过头 避开她手指的触碰 陆旭 你就这么喜欢强人锁男吗 错 我只喜欢强你锁男 宋年熙瞪大了眼睛 看着她 陆旭摆出一副 你奈我何的表情 扬了扬眉 四目相对 宋年熙认怂地败下阵来 和这个男人相处 她从来没有仗过上风 她现在身心俱累 也没有力气去占上风 去哪里 陆旭的大掌 在她的腰脊用力一揽 俯身 唇边故意腻到她的耳垂 嗓音 蕴染出暧昧 去一个 好地方 去就去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不能 第六十四集 吼一声 我就放开你 不得不感叹 有钱人的车 和普通人的车 真的不一样 宽敞舒适不说 就是空调打到最大 也听不出太多噪音 陆旭发动车 忽略她询问的目光 没告诉她 到底要去哪里 宋年熙得不到回应 索性就放弃了 倚着车窗 目光懒懒地 看着车外静谧的夜 不怕我把你卖了 陆三少 我一共就一百斤 按金称 真的卖不了多少钱 不够你塞牙缝的 宋年熙的声音 透着浓浓的疲惫 眼睛幽暗得如同古井 一眼望不到底 眼神里的千言万语 都藏在这双眼睛里 无人能懂 冷漠 是这双眼睛的主旋律 陆旭冷哼一声 也就不再说话 车里 莫名的气氛开始弥漫 陆旭手指一伸 打开车载CD 柔美的女声 缓缓流淌出来 宋年熙一听到这个音乐 脑海里突然一片空白 全身的血液 都集中涌上心脏 他抬手 用力地捂住了胸口 如果中国有一个巨星 我想只有他 配得上这个称号 陆旭的声音 和邓丽君的柔美 完全相反 低沉而雌性 宋年熙很快就 恢复了平静 手松开 陆旭 你是古董吗 这么老的音乐你也听 你不喜欢 不喜欢 宋年熙察觉到 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 又将头移在车窗上 一副不想说话的样子 陆旭逆了一眼 他静谧的脸 再也没有开口 约莫半个小时后 车子驶进机场 一路畅通无阻地 开进了停机坪 宋年熙心里暗暗吃惊 这个陆三少 到底有多少能量 竟然连这种地方 都能理直气壮地进来 车子停在角落里 陆旭下车 走到副驾驶旁 拉开了车门 宋年熙迎着风下车 深深呼吸夜晚的新鲜空气 胸膛起伏 双臂张开 反复几次后 他走到陆旭面前 这里 这是你说的好地方 就在这时 一架飞机 慢慢地从跑道上滑动起来 然后加大油门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陆旭用尽全身力气 向着远出大吼一声 啊 声音淹没在轰鸣声中 无人听见 宋年熙只看到男人的嘴 张到极致 警侧的动脉根根爆出 后晚 陆旭斜着眼 沉沉地看着他 你可以试试 这地方 喊破了嗓子 都没有人听见 我不需要喊 是吗 陆旭伸出手 落在他的肩上 大手像是嫌弃 他的肩为什么这么手穴 还故意用力地捏了几下 宋年熙心下一惊 想推开他 可是 他的力气 哪里是陆旭的对手 推不开 只有往边上挪 但那只大手 又怎么可能让他挪过去 手的主人 还狠拽地补了一刀 宋年熙 你这样乱动 是想引起我的注意 让我闻你吗 宋年熙顿时僵住了 说这种话 脸呢 陆旭看着他难得的吃别 忍不住笑了 哼 侯医生 我就放开你 真的 主的 无耻 宋年熙敢怒不敢言 放眼四周 风呼呼地刮 除了星星点点的灯光 没有一个人 这个男人 如果想要做些什么 他根本反抗不了 宋年熙娇握着的手 狠狠掐了一下掌心 他微微张开嘴 颤抖着嘴唇 用力吸了一口气 然后鼓足勇气 啊 陆旭的脸色变了变 嘴角落出嘲讽 宋年熙娇 你果然是想勾引我 这叫声 和那种叫声 有什么区别 该死的 他敢再这样叫一声 他就立刻把它 按在车身上办了 宋年熙瞪了他一眼 你猜那种声音呢 你们全教到那种声音 似乎刚刚那一声啊 让胸口的浊气 吐出了不少 他大着胆子 用尽浑身的力气 又吼了一声 啊 宋年熙 这叫声还凑合 说明男人 已经使出了 浑身的力气 宋年熙醋眉 他不喜欢 这样的婚笑话 陆三少 莫非最近是憋久了 所以联想丰富 是啊 莫非宋医生 打算给我歇歇火 宋年熙无语 女人和男人比下流 永远赢不了 就在这时 又一架飞机 缓缓驶上跑道 陆续收了笑 用手指了指 宋年熙 怕什么 用最大的力气 吼一声 没有人会笑你 一字一句 如同烈雷一般 落入宋年熙的耳中 像是被蛊惑了一般 宋年熙只觉得 心底生出无数的怨愤 他竭力吸一口空气 趁着飞机起飞的轰鸣声 毫无顾忌地大吼出来 去他的唐家 去他的行婚 去他的绯闻 去他的一样眼光 统统都去他的 胸腔疼得撕心裂肺 像是断了一个肋骨 他挽着腰好一会儿 才缓过劲来 脸上传来痒痒的感觉 抬手摸一下 是温热的眼泪 这一行泪 他无法控制 陆续听到自己的心 咯噔往下 沉了那么一下 放在女人身上的目光 又伸了几分 人就像是一根弹簧 压抑得有多久 反弹得就有多久 第六十五集 能快乐就不要悲伤 陆续粗力的手指 抚上宋年熙的眼角 女人 这一声 能快乐就不要悲伤 宋年熙僵住了 她感觉到胸口微微的震动 心底有异样生出 左边的眼角 觉得这样轻易地触碰 让人感到不自在 想挥开那只手 右边的眼角 却有些空落落的 恨不能那只手也俯过来 贴着它 让它感觉到温暖 两种极致的感觉 像把匕首 将她的身体一分为二 她清楚地听到 竖在自己心口的那道冰 轰然碎裂 心底的某一处 慢慢变软 很柔软 男人指腹的温度 似乎还在 熨烫得她的眼角 一直发热 记忆里 除了爸爸以外 再没有人给她擦过眼泪了 躺到柔软的大床里 宋年熙闭着眼 翻来覆去 睡意全无 能快乐 就不要悲伤 她心里反复品味着这句话 那样一个生出来 就含着金汤池的男人 怎么能说出 这样意味深长的话 那双深邃无波的眼睛里 到底藏着什么 突然 手机的震动 打破了一世的宁静 挑眉差异 心中划过一种极小的可能 不会是她吧 拿过手机 宋年熙淡淡地笑了一下 果然是她 只发了三个字 睡了吗 宋年熙心里有些纠结 要不要回复 纠结了半天 她编辑了两个字 睡了 睡了还能回消息 正打算睡 你到家了 没有 还在车上 开车不要发微信 太危险 宋年熙 你在关心我 陆三少 我只是在善意地提醒你 宋年熙 做人不要太口是心扉啊 宋年熙藏在宝毯中的脸 微微有些发烫 谁口是心扉啊 她是真的善意地提醒她一下 关心 一点点都没有 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回复 男人的消息又进来了 不过 你口是心扉的样子 挺可爱 至少比板着脸一本正经的样子 可爱很多 宋年熙拿着手机的手明显一僵 用可爱来形容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 她的语文一定是生物老实教的 不想理她 宋年熙把手机远远地拿开 关灯 睡觉 帝都最昂贵的公寓 就算是深夜 窗外依旧灯火通明 陆续站在门口 看着微信上的聊天记录 无声地勾了勾唇角 她不是挺伶牙利齿的吗 怎么不怼回来了 用密码打开门 她双臂一身 把T恤脱了扔在地上 露出了结实的八块腹肌 你怎么还是这个德行 一进闷就喜欢脱衣服 巨大的落地窗前 丽宁拿着酒杯 闲适地靠在玻璃上 冷冷地看着陆续 陆续走过去 抽出她手里的酒杯 出院没几天 少喝点 喝不死你 这房子我喜欢 回头帮我买一套 现代简约风格的装潢 打理得干净规整 没有太重的生活气息 很像韩剧里 总裁住的那种房子 你自己和二哥说 这房子是她开发的 她自己在这里 足足有一层楼 陆续把杯子里 剩下的半杯酒 喝得一干二净 你今天搬出来 我妈说什么没有 都哭了 好话说尽了才放我走 陆续料到了 转身走到吧台前 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一口就喝下去半杯 立宁往沙发里懒懒一坐 怎么着 你是今天就打算住在这里了 不是说好了 和我岔开几天搬出陆家的吗 话音刚落 陆续的手机响了 三哥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回来 是阮一杰的声音 有事吗 有啊 你不回来 我睡不着 阮一杰 你好像住我们家没几天吧 嗯 是没几天 可谁让三哥的影响力 那么大呢 行了 我今天睡对了 你早点睡 拜拜 小姑娘嘴真甜 满星对你都是崇拜 要是换了我呀 也许就动心了 陆续的眸色 有些慧莫如深 心里浮上的 却是另一个人的身影 我不喜欢嘴甜的女人 宋医生的嘴不甜 陆续的脸上 没有一丝丝的波澜 阿絮 听我一句劝 别陷得太深了 得了 管好你自己 滚回你的楼上去 陆续把剩下的半杯酒 一口喝完 走进卫生间沐浴 门关上 陆续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不完 你最近正好闲着没事 帮我查个东西 什么叫我最近闲着没事 老子最近忙得颠颠的 连泡女人的时间都没有 非不闻 行行行 说吧 查什么 角度工作室 不会又是为了宋年西吧 知道还费什么话 我靠 脾气还真大 老子帮她做事 还要受她的鸟气 上午七点钟 宋年西准时走进人民医院的急诊大楼 一路有很多异样的目光看过来 她都视而不见 反而将几倍挺得直直的 昨天的那一声怒吼 将她心中这些年积压下来的忧远 一下子吼了出去 仿佛心底生出了无限的勇气 安眠药都没有吃 她就睡得很香很甜 想到这里 她拿出手机 很快地编辑了几个字 昨天 谢谢您 消息发过去 时辰大海 宋年西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回复 见时间差不多了 只能把手机收起来 走进会议室 晨会结束 宋年西正要离开 被主任张若阳留了下来 第六十六集 晚上一起吃个饭 怎么样 需要我帮忙吗 谢谢张主任 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不会客气 那就好好工作吧 张若阳汗手 眼中有一抹赞赏 走出会议室 三个助手 齐齐围过来 老大 没事吧 没事 老大 你都上微博热搜了 回头要请客 行 发了工资 我请客 朱朱看了宋年西一眼 心想 都拿到了唐家的善养费 还要等发工资 可真是扣门 脸上却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宋医生 我们该查房去了 好 和我说一下 昨天下午 病人有没有特殊的情况 查完房 今天急诊 有两台外科手术 一台是宋年西主刀 另一台 请来了外科副主任 陈琳 两人在消毒室遇见 陈琳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自从那个周末 她送药 遇到陆续以后 就一直是这副药 说不说的样子 师兄 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说 私事就算了 我刚刚把心情调节好 刘老的七十大寿 定在下个周末 到时候我来接你 好 院里有两个去美国 进修一年的名额 我要不要帮你争取一下 也好避开地度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师兄 谢谢你 我就不去了 你知道 我爸爸那边 实在是放心不下 陈琳脸色变了变 心里低声叹了口气 他之所以迟迟 不向宋年西表白 就是因为他那个爸爸 他是医生 很清楚一个植物人一年的花费 几乎是一个中等白领 所有的收入 他是喜欢他 却没有义务要承担 这笔巨大的开支 而且 他和唐家扯不清的纠葛 也是他犹豫的原因 宋年西清楚地 看见师兄眼里的失望 也没有说什么 集中起所有的注意力 走进了手术室 他 从不做生活的逃兵 从前不做 现在 也不会做 陆旭出现场回来 浑身的衣服已经被汗湿透 他拿着T恤短裤 走到集体淋浴间 消防官兵一看是大领导来了 赶紧把最好的位置让出来 陆旭倒也不客气 衣服一扒 就站到水龙头下冲枣 周凡张斌几个 偷偷瞄了几眼 心里咯噔咯噔了几下 天哪 他们几个 自认为自己的身体 已经锻炼得很结实 很有形 可跟陆对一比 简直 不能看 也难怪人家 看不上他们的训练量 陆旭用冷水冲了一把 身上都没有擦干 直接就走了出去 穿好衣服 把手机拿出来看了一眼 见有宋年希的微信 毛子不由地亮了亮 谢这种事情 她从来不喜欢口头上说一声 那很虚 她喜欢实实在在地表示 心里琢磨着 要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告诉她时 手机不经意间滑到微薄的页面 陆旭的脸瞬间沉了下来 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 手术从十点钟 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 宋年希下台的时候 两条腿有点发软 是饿的 冯和的工作交给猪猪 她走出手术室斜了手 脱掉了工作服 习惯性地看了看手机 手机有几条微信 和一个未接来电 未接来电竟然是陆续的 她犹豫了一下 先点开微信 微信是贺瑞文早上发来的 告诉她 律师函已经送到角度工作室 一切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让她不要担心 宋年希总算是稍稍松了口气 想起那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她犹豫了好长时间 还是回拨了电话 喂 为什么不接电话 刚刚在台上 晚上一起吃个饭 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宋医生 没有特殊事情 就不能一起吃个饭了吗 电话那头的耐心似乎用完了 语气也严厉起来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宋年希总算摸到一点她的脾气 她心情好的时候 会懒懒地叫她宋年希 脾气上来的时候 会冷冷地叫她宋医生 我 我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要做 多久 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半小时 我在医院门口等你 路 芒音传来 圣之国第二个贤妻 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就是宋年希的妈 这个我知道 讲重点 于晨最近帮养了一个小鲜肉 长得挺水灵的 床上功夫也好 把于晨迷得不要不要的 于晨通过人脉 帮她争取了一部戏的男二 男一就是那个傻逼苏建信 陆续听到这里 已经开始森森地冷笑了 苏建信得了影帝 眼睛都长得头顶上去了 脾气更是嚣张得很 可能因为小鲜肉长得太水灵 所以就看她不顺眼 处处找她的茬 小鲜肉明里忍着 暗底下就到于晨那告状去了 于是于晨就要坐视苏建信 同性恋的绯闻 好替小鲜肉出口气 因为唐家和苏建信花大钱攻关 她没办法 就把脑子冻到了宋年希身上 所以说呀 宋医生很悲催 很倒霉地成了整件事情的炮灰 不过于晨的目的 可不是替小鲜肉出口气这么简单 第六十七集 她不是你能动的 这话什么意思 人家其实是收了一个过气影帝 一大笔钱 要整死苏建信 抢她身上的资源 还有商业代理 这么说来 苏建信和唐寒的事情 被媒体一点点爆出来 从一开始就是于晨一手操作的 聪明 偏偏那个傻逼苏建信 蠢到无药可救了 居然以为是宋年希报复他们 所以就怂恿唐寒 发了这么一通声明和视频 真是不知道 像她这么蠢的人 是怎么爬到影帝这个位置上的 被人玩死了 还在替别人数钱呢 阿许 你说宋年希真的和唐浩上床了 假的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呢 视频里宋年希明明和唐浩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了 对了 那天好像你也在那个酒店啊 那是因为 唐寒他们只截取了视频的前一部分 难道还有后一部分 对 后一部分是什么 宋年希挣扎着跑出来了 跑去了哪 我的房间 啊 这 这么说来 没错 睡他的人 是我 一个半小时后 一袭天青色的曼莎身影 从医院正门款款而出 车里的陆续眼睛微微亮了亮 脸色依旧白皙的晶莹剔透 像剥了壳的水煮蛋 真奇怪 这个女人是怎么保养的 明明卫生间的镜台上都是些普通的护肤品 陆续看着她 目光转动得有些艰难 正要打开车门下车 手机有电话进来 宋年希一走出医院 轻亮的眼睛扫了一圈四周 很快就在路边找到了那辆霸道的车子 车窗开着 陆续穿了件黑T恤在车里打电话 目光和她对上 略一勾唇 冲她招了招手 唇形无声说了两个字 过来 宋年希总觉得 她这种召唤的方式 是在召唤豢养的宠物 却不得不承认 陆续的召唤 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抵挡 中了几秒钟 她吸动了下唇 才朝她过去 宋年希 你给我站住 随着车门的关闭声 唐夫人穿着一身真丝旗袍 贵气十足地走到她的面前 宋年希有些意外 出于礼貌 她走过去 唐夫人 您怎么来了 宋年希 我们也算婆媳一场 你和我说句实话 你和小韩是不是行婚 宋年希的微笑 一下子僵在脸上 看来 唐夫人是看到了那条微博 过来兴师问罪的 夫人 我和唐韩已经离婚 是不是行婚都不重要了 而且 那条微博是那个工作室撰写的 我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宋年希 你别说那么多 你就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都到了这个份上 还有什么可以瞒的 全天下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了 是 哼 所以 你就勾引阿浩 和她上床 没有 没有 唐夫人冷笑 掏出手机 放到宋年希面前 你好好看看这个视频 再和我说没有 哼 宋年希对上唐夫人 愤怒的目光 有些不明所以地 接过手机 顿时气得蹊跷声烟 视频并不长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明亮的酒店走廊 唐浩 虚拂着脚步 走进了房间 门刚关上 走廊的深处 慢慢走过来一个女人 身形漫妙 头微微低着 看不清面庞 女人越走越近 然后 在房间门口停下来 抬头 正是宋年希 那张不失粉黛 轻力动人的脸 她从口袋里 掏出房卡 低的一声 推门进去 进去的是 和唐浩 同一间房 宋年希脑子里 嗡的一声 在被太阳 炙烤的滚滚热浪中 她的后背 不合时宜地 浮起一层冷汗 宋年希 你再给我往下看 宋年希 惶惶然地 再看下去 腿一软 亮枪了好几步 才将将站住 下面的微博 是一条声明 本人唐涵 就前妻恶意重伤 我性取向一事 发表声明 我与前妻的离婚 并非因为其他 而是由我生日当晚的 这一段视频引起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 我顾念大局 顾隐忍至此 不曾想前妻得寸进尺 为了多要赡养费 而到处诋毁我和影帝 苏建信的名誉 在这里 我向好友苏建信 道一声歉意 也向某人送上一句话 人在做 天在看 宋年希 纤细的手指不知不觉 握成全 这份声明 犹如最冷冽的薄冰 撕开他 本就不堪一击的心脏 彻骨阴寒 从脚底窜至头顶 五脏六腑 被翻了个底朝天 没有什么 会比颠倒是非 更伤人 宋年希感觉到 掌心生疼 她松开手 看到四个清晰的月牙印 唐夫人 这根本不是真的 是你儿子给我和唐浩下了药 喂的 是想让我怀孕 放屁 唐寒再坏 也不可能去害自己的弟弟 唐夫人抬起手 朝着那张她痛恨的脸 狠狠抽去 突然 手腕被握住 一个冷凝的声音 在头顶响起 看在你是个老女人的份上 我不想动作 陆续整个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 给人以强悍的压迫感 唐夫人再见多识广 也被她这刹那间的低气压所震慑 她看着面前这个轮廓硬朗的男人呵斥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你只要记住 你面前的这个女人 不是你能动的 陆续长臂一身 将发愣的女人揽在怀中 宋年熙喉咙发紧 她猛一抬头 鼻竟险些擦过陆续刀销的下巴 一时间 她竟忘了要说话 唐夫人活了大半辈子 从来还没有被一个小年轻给威胁过 气得两眼翻翻 高贵的气质荡然无存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 我能不能动她 第六十八集 这就是你的诚意 唐夫人 我劝你还是最好把我的话听进去 否则最多半年 唐家就会回到二十年前 陆续的眉毛高高挑起 那宛如铁柱般的神色 一丝波动都没有 唐夫人气得手抖脸抖 浑身都在抖 但多年商场上的经验告诉她 这个男人 不像是在说谎 你 你到底是谁 五星陆 家里排行老三 陆家 三个儿子 唐夫人的胸口 仿佛被一只手给绝住了 目光好一会儿 才凝聚到宋年熙的脸上 满满的都是不屑 想不到 刚离开唐家没几天 你就抱上了大粗腿 我还真是小看了你啊 宋年熙动了下唇 话却被男人抢了过去 现在高看 还来得及 唐夫人 回家好好看着你的大儿子 别让他连累了唐氏企业 陆雪冷笑一声 拥着女人离开 宋年熙回过神 抬头 看了看男人的侧脸 陆雪 是不是我又欠了你一次 对 所以这顿饭 你请 半个小时后 陆雪皱眉 看着面前的小店 白墙 水泥地 连桌椅 都是那种最简易的 宋年熙 这就是你的诚意 这家烧烤是帝都最有名的 虽然脏了点 破了点 但味道绝对一流 陆雪还是一脸的嫌弃 他堂堂路三少 出入的都是哪些高档的场所 可从来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 宋年熙明明唇 我在这里吃了十六年 天黑了 马路对面那个巷子口 还有个馄饨摊 柴火的 低点麻油 撒点葱花 很香 一会儿也带你去尝尝 平平无奇的一句话 陆续的心 却莫名其妙地扫过一抹温情 十六年 他倒要尝尝了 行吧 将就吧 宋年熙走到老板跟前 五十串羊肉 二十串牛肉 五对鸡翅 五对生蚝 都微辣 好嘞 先坐啊 桌子并不干净 在灯光下 甚至能看到 上面有一层淡淡的油渍 陆续皱了皱眉 宋年熙从包里掏出纸巾 把桌子和椅子 重新擦了一遍 救火的时候 也没看你嫌弃脏啊 那是工作 陆续在他对面坐下来 拿过他手里的纸 又反复擦了几遍 其实 真正的美食 都是藏在这种小巷子里的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过来吃几串肉 喝碗馄饨 心情就好了 是因为视频的事情 这一下 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也不见得 陆续语气闲散 俨然透出 他能摆平这件事的 胸有成竹 宋年熙没有接话 十二年独自在这个城市 打拼的经历告诉他 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 任何得到的 都是需要付出的 陆续见他沉默 笑了一下 你一定在想 如果这个家伙愿意出手 他需要我付出些什么 宋年熙的神思 他就说 这个男人的眼睛很厉害 能看透他的一切 那么请问陆三少 你需要我付出些什么 其实他更想问 几次三番地帮他 安慰他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自己这种身份 真的不能幻想 天上会掉下个好男人来 就算掉下来 也砸不到他 陆续冷笑了一下 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点的烧烤端上来 宋年熙也懒得 去等他的回答 拿起一串羊肉递过去 吃吧 陆续咬了一口 脸上的神色舒展 确实还不错 老板 来瓶瓶啤酒 你喝了酒怎么开车 不还有你吗 不行不行 你的车太大 我不会开 所以 你的手拿手术刀可以 做饭不行 开越野车不行 而我呢 而我的手 拿手术刀不行 做个饭 开个车 马马虎虎 最在行的就是打架 还击 你自己说 我有什么目的 宋年熙心口一跳 愣愣地看着他 所以不要把人想得太好 也不要把人想得太坏 我帮你 是因为你是个好医生 值得帮 当然 不排除你对我很有吸引力 毕竟英雄就美 美人是一定要美的 宋年熙的心 随着男人的话 一下子扬起来 又一下子落下去 短短几分钟 竟像坐了趟过山车 嘴里未嚼完的羊肉 半分味道都吃不出来 他真的看不懂它 好好想一想 到底要不要我帮忙 要的话 随时来找我 沙哥 你要的冰啤酒来了 谢谢 宋年熙 发愣干什么 还不快点吃 宋年熙拿起酒瓶 替他把酒倒满 不光我有没有开口 我都要谢谢你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嘴上说谢 真的很没有诚意 我喜欢来点 实质性的好处 什么 陆续沉沉地看了他一眼 突然站起来 大手捏住他威尖的下巴 唇迅速地在他的唇上 啄了一下 嗯 这个实质性的好处 我挺喜欢 宋年熙的心不由地颤了颤 有生以来头一遭 他对一个男人感到了惶恐 恨不能立刻摔开桌子 拔腿就走 说真的 这世上 真的没有女人 可以抵抗这个男人的魔力 他 真的太特别了 陆续 帮我之前 你不想问问我 到底有没有勾引唐浩 视频是不是真的吗 第六十九集 不会向你开口 陆续皱眉 没有说话 我告诉你 视频是真的 我那天被下了药 也确实和男人发生了性关系 但不是唐浩 是个陌生的男人 陆续完全没有料到 他会完完全全 一点都不隐瞒地说出来 脸上笃定的表情荡然无存 他以为 他这辈子都会把这件事埋在心底 我知道 你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 所以想出手帮我 但是 我却不想把你卷进来 所以 陆续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 你高高在上 人人仰头看你 我确实 连人生的第一次 给谁都不知道的离婚女人 宋年熙垂下眼睫 演出了眸中的难过 她从来不是个自卑自怜的人 但面对这么一个出色的男人 她真的没有办法不自卑 陆续有种强烈的冲动 想说那天和你滚床单的人 就是我 可是 话到嘴边 她突然一下子犹豫了 而就在她犹豫的当口 宋年熙抬起眼眸 所以 我已经想好了 不会向你开口 陆续愣住了 一向认为 自己如果愿意帮她 这个女人一定会感激得不行 爽快地答应她的要求 因为她查过 这件事情 除了她能帮以外 她身边 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 却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当头给了她一个意外 接着又给了她另一个意外 拒绝了 为什么 别跟我说卷进来不卷进来这种话 很简单 你帮我一次 我就想着你帮我第二次 第三次 一个习惯性别人帮忙的人 她没有办法独立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你 不能帮我一辈子 所以 我得逼着自己去面对 关键 你自己要怎么面对 陆续完全不明白 她这一套理论从哪里来 女人依靠男人 借助男人的力量摆脱困境 不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怎么到她那里 就变成要逼着自己去面对了呢 她是不是傻 要怎么面对 我还没有想好 等我填饱了肚子 再来想这么复杂的问题 宋年熙拿起鸡蛋 细细地咬了一口 嗯 味道一如既往地好 来 尝尝 陆续看着她咬下去的那一刻 心里的滋味 竟是无法言说的 这些年 她桀骜不驯 目下无尘 除了那个如天使一般的女孩外 没有任何女人 能牵动她的心 更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脱离她的掌控 而这个女人 真的让她此刻的干火 烧得异常的旺盛 什么 陈佳乐蹭了一下 从沙发上站起来 手指用力地戳着宋年熙的脑袋 宋年熙 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坏了 陆三少都摆明了说要帮你 你倒好竟然给拒绝了 你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 你能不能轻点戳 脑袋都要被你戳破了 疼 你还知道疼 我都快被你气死了 今天那个视频出来以后 陈佳乐从医院下班 一路听到的都是在议论宋年熙 说什么难听的都有 这件事任由发展下去 她以后怎么在医院做人 工作还要不要 宋年熙 你听我一句劝 赶紧给陆去打电话 告诉她你后悔了 让她抽力把这件事情摆平 栽乐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你 陈佳乐恨得不行 双手捧住宋年熙的脑袋 用力地晃了几下 我真想把她掰成两半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做的 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呢 佳乐 你还记得我的妹妹年初 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吗 陈佳乐眼睛猛地大了两圈 抱抽了一口气后 松开了手 好了 今天就睡在这里 我去给你拿衣服洗澡 宋年熙 她是她 你是你 你们不一样 佳乐 你说错了 其实 女人在爱情面前 都一样的 你不会是喜欢上了陆 我也是女人 宋年熙斩钉截铁地打断她 快速地走进了房间 女人最不能拒绝的 就是爱情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陈佳乐看了看来电显示 立即拿起来给宋年熙送过去 你兼夫的电话 胡说什么 宋年熙瞪了她一眼 滑开手机 喂 对不起啊 宋年熙 我没有想到她这么丧心病狂 唐昊的声音听上去很难过 压抑着愤怒 宋年熙沉默了一会儿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才能安慰这个被自己亲哥哥出卖的大男孩 我妈下午来找你的吧 我已经向她解释清楚了 以后她不会再来烦你了 谢谢 你不用谢我 是我们唐家对不起你 宋年熙 你一定要熬过去 等我出来了 我保护你 阿浩 你人在哪里 看守所 刚刚我去自首了 你说得对 那是一条人命 我得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 宋年熙悚然一惊 张着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帝都最奢华的会所 灯光明亮 舞台中央是个全台 台上两个气质非凡的男人挥拳如语 左勾拳 右勾拳 最后一记漂亮的直拳 飞不完应身而倒 我说阿絮 你要不要这么狠呢 飞不完起来坐在地上 把头盔摘掉 露出一张英俊的脸 是女太弱 陆旭也摘掉头盔 黑色的碎发散落在额前 一脸鄙夷地把大拇指向下 我去 飞不完愤怒地指了执意旁观战的某人 有本事等他身体恢复了打一场 气负弱小算怎么回事 陆旭冷冷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 给人莫名的压迫感 第七十集 你们不是同一类人 飞不完一看到他那个眼神 头就开始疼 朝李宁眨了眨眼睛 兄弟 你表哥今天这是怎么了 李宁怂怂肩 捏着酒杯的手一摊 鬼知道 陆旭走到吧台前 要了杯酒 像喝水一样 猛喝了两口 转身 你们说我出手帮他有什么不好 他为什么会拒绝 飞不完和李宁心中了然地对视一眼 感情还是为了宋年熙的事情 飞不完走过去坐下 拍拍陆续的肩 这只能说明他不是个聪明人 我该被算计 我不这么看 李宁在另一边坐下 至少证明他很有骨气 骨气 骨气能当饭吃啊 骨气不能当饭吃 但是能让人尊重 这年头有几个女人不是冲着钱和拳 向男人扑过去的 可问题是视频的事情很棘手 靠他自己根本就没办法摆平 明明有一条省力的路摆在面前呢 这不是蠢是什么 那是人家有自知之明 哼 这年头 心比天高的女人很多 有自知之明的女人很少 好了 别吵了 让我安安静静地喝杯酒 你姓陆 陆家的一份子 这个姓意味着什么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李宁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飞不完听出了其中的深意 于是 她老老实实地不说话了 陆旭知道 这话听着有几分刺耳 却是实情 从她来到这个世上 冠以路性 便注定了 这一生要背负很多的东西 家里纵容她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作为条件 就不会再纵容她的婚姻 陆旭 我们不是同一类人 你高高在上 人人仰头看你 我却是连人生的第一次 给谁都不知道的离婚女人 你帮我一次 我就想着你帮我第二次 第三次 一个习惯性别人帮忙的人 她没有办法独立地 活在这个世界上 而你 不能帮我一辈子 陆旭唇边 扬起叶抹嘲讽 天才就是天才 果然一眼就看到了 事情的本质 对没有一丝希望的感情 坚决掐死在摇篮里 连萌芽都不会让她长出来 挺狠 陆旭的心抽痛了一下 不完 干什么 再打一招 不要啊 要死人的 要死人的哈马 飞不完连连往后退 我真的不要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李宁 小明啊 我靠 房间里一片黑暗 陈佳乐拥着被子叹了口气 哎 唐昂挺爷们儿的 竟然跑去自首了 比他那个恶心的大哥 不知道好多少倍 宋年熙心里沉重 轻轻恩了一声 没有多说 晚安 陈佳乐是个粗线条的人 晚安说完 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宋年熙 却怎么都睡不着 陆旭问得很对 本来医院里 关于她的流言蜚语 就够多的了 明天要怎么面对 心里不是没有后悔 她也知道自己会后悔 所以才会拒绝的 那样决绝 这样 才能把自己心里的 那点惰性和后路 统统抹杀掉 宋年熙心里悠悠 叹出口气 轻手轻脚地 从床上爬起来 不管了 吃了安眠药 先睡觉再说 天 总不会塌下来 突然 手机屏幕亮了 宋年熙心吓一跳 是陆旭发过来的微信 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视频 这什么意思 宋年熙正愣了几秒钟 眼睛骤然蹦出亮光 对啊 网络上 只有她走进房间的视频 没有她走出房间的视频 她在房间里 停留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而几秒钟 什么都不会发生 只要她拿到酒店的监控 发到网上 就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她怎么没有想到 宋年熙蹭地 一下从床上跳起来 打开房门走到客厅 在客厅里 来来回回走了十几遍 激动的情绪 才慢慢平复 只是 怎样才能拿到那个视频呢 万一 她已经在唐寒手上 自己又该怎么办 想到这里 宋年熙拿出手机 犹豫了很久 拨通了陆旭的电话 喂 男人低沉的声音传来 宋年熙控制不住的心跳加速 恍然不安的感觉 再次涌上来 谢谢你提醒我 打电话来 就为了这个 嗯 就为这个 早点睡 晚安 宋年熙 还有事吗 没有了 宋年熙握着手机 心下一时间各种情愫都有 这个男人 身份那般尊贵 自己拒绝了他 他却还在深夜 为他的事情担心 陆旭扔了电话 走进卫生间淋浴 水冲到一半 烦躁的心绪还没有淋下去 这个女人还真是倔啊 梯子都已经搭到他的脚下了 竟然还不知道往上爬 唐寒能发出那份视频 说明他拿到了酒店的监控 但五星级以上的酒店 监控都会做备份 用来应付消防大队防火处的检查 他只要向他张嘴 他就能把那份监控给他拿来 偏偏他打电话来 除了说谢谢 就是说晚安 这两句话就如同一根刺 刺在陆旭的脸上 胸口瑟瑟发疼 行 想折腾是吧 那就折腾吧 他倒要冷眼看看 就凭他的能力 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陆旭冷笑一声 关了水龙头 裹了件睡袍走了出去 一日 急诊科的陈慧 在一股诡异的气氛召开 所有人的视线 都有意无意地落在 宋年熙的脸上 尽管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是被这难堪的气氛 压抑出一身的冷汗 会散 宋年熙走到张若阳面前 张主任 您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张若阳对着那双 成亮的目光 微微汗手 第七十一集 千夫所指 这是你的私事 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我只对你的工作表现 进行鉴评 张主任 请您相信我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相信你 宋年熙用力地点点头 没有再说一句废话 打起十二分精神 投入到工作中 别人对你报以相信 你就必须还以努力 这样 才配得上这份信任 然而 有些事情 不是你努力 就一定会有收获 很快 宋年熙管辖范围内的几个病人 要求调换主治医生 他们甚至联名 给医院行政科 写了一封抗议信 抗议人民医院 用这样一个品行不良的医生 宋年熙所到之处 一路有人指指点点 各种难听的话都有 甚至 有别的科室的病人 特意跑来围观 勾引小叔子的女主角 微博上也炸开了锅 唐寒的微博下面 都是一水色的同情 他被绿的 唐大少 你的头顶是一片草原 绿油油的 真亮啊 唐大少 天涯何处无方草 以后找女人 长点眼睛 唐大少 从哪里低档 就从哪里爬起来 加油啊 唐大少 你老婆出轨 你弟弟没错 那你到底和苏颖帝 有没有那种关系呢 这个问题要搞搞清楚 楼上的 你眼睛瞎呀 这明摆着就是那个女人做戏 然后PS出来的 异样的声音 瞬间淹没在所有人的口水里 苏建信的微博 则是彻底沦陷 原本脱粉的人 纷纷又回来了 苏建信 我们永远相信你 永远支持你 好运 苏建信 我爱你 默默默的 陈家乐一有空就刷微博 一刷微博就开骂 嗓子都骂哑了 幸好宋年希没有开微博 要不然 这会儿微博上 肯定都是骂她的 宋年希直接手机关机 不让任何人干扰她工作的情绪 下午手术结束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 多坐停留 而是一到点 就收拾东西离开 她必须去 洗来灯酒店一趟 看看能不能要到监控 车子驶出地下停车场 刚过栏杆 突然有几个人 拿着照相机冲过来 对着车里的她 一通猛拍 宋小姐 请你旧视频的事情 发表一下看法 请问 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这其中有隐情吗 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嘲讽 像刺一样 刺进宋年希心里 刺在她的心肩上 她缓缓摇下车窗 微微一笑 笑容里有几分苍凉 竟然围着她的这些狗仔 愣了一下 各位 我只说一句话 我的所作所为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我的亲人 也对得起医生这个称谓 请各位高抬贵手 说完 她的目光沉了沉 缓缓把车窗摇上 一脚踩下油门 也许宋年希眼中的苍凉 和她不容置疑的口气 打动人心 车前的几个狗仔队 像是约好了似的 纷纷放下手中的相机 把通道让了出来 车子驶进车流 宋年希只觉得 喉尖像是梗着棉花一样 让她透不过气来 真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离婚 竟然给她的生活 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 甚至 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人生 可真是讽刺 手机铃声响 她看了看来电显示 把耳机塞进耳朵 喂 宋年希 微博上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我现在去酒店拿监控 我是打算拿到了监控 再找你帮忙的 行 拿到了立刻来找我 别把我当成死人 宋年希再悲愤的心情 听到这句话后 也忍不住扬了扬嘴角 现在的男人 真的一个比一个霸道 到了喜来登酒店 宋年希把车停好 找到酒店经理说明来意 酒店经理长了一张大饼脸 不好意思 宋小姐 那天的监控 已经给您前夫拿走了 拿走了 没有备份的吗 有备份 必须要有总裁的签字才行 那你们总裁在吗 真不巧 我们总裁很少在国内 一般都在瑞士工作 先生 不能通融一下吗 我有急事 我真的有急事 大饼脸无情摇了摇头 连眼皮都没有掀一下 一副哪凉快哪呆着的表情 宋年希拖着两条灌了签的腿 沮丧地回到车里 无力地趴在方向盘上 要找到监控 只有一个办法 去找唐寒 可是 这个男人 根本不可能会把监控给他 鹿 被堵死了 手机尖锐的声音 划破静谧而沉寂的气氛 宋年希一看 是张若阳的电话 赶紧拿起来接听 主任 有事吗 宋医生 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我必须尽快通知你一下 是吗 刚刚有人跑到院长办公室抗议 院办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 决定 让你先休假一段时间 翁的一声 宋年希脑子里一片空白 休假 一段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事情不解决 自己的工作 都很有可能会丢 宋医生 对不起 我已经尽力了 张若阳的声音很沉重 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她是刘老的弟子 院里恐怕 主任 没事 其实 我也正想休假一段时间 挂了电话 她用力拍了两下脸蛋 给自己加油打气 别灰心 总会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 从前那么难熬都过来了 手机再次响起 宋年希看到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时 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 唐寒 这个卑鄙无耻的男人 竟然还有脸给她打电话 宋年希 千夫所指 处处碰壁的滋味怎么样啊 唐寒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 第七十二集 我来帮你做个决定 不明白 哼 明白告诉你也无所谓 去院长办公室抗议的人 是我找的 我不过是花了点小钱 就能让你连饭碗都丢了 宋年希 你觉得你还配合我逗吗 卑鄙无耻 对呀 我就是卑鄙无耻 你能拿我怎么样 唐寒 你这个王八蛋 哟 还生气了 对了 听说你问酒店要监控啊 哈哈哈哈 监控 在我手里 你想要吗 跪在地上 来求我 求我 我也不会给你的 我看你 我看你像一条狗一样 既没了工作 又被人骂 宋年希 你死定了 唐寒 你会有报应的 报应 哈哈哈哈 老子我活这么大 从来不相信报应 倒是你呀 宋年希 嘿嘿 废话 我不多说 我就看着你 怎么死 宋年希感觉自己的心上 像是被人用刀 狠狠地戳了一刀 痛 豪华的黑车上 陆续沉默地看着窗外 阮一姐把身子凑过去 勾住她的胳膊 三哥 外面下雨了 陆续把胳膊抽出来 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做好了 鼻子跟软骨头一样 三哥 你现在怎么 对我越来越凶了 陆续懒得开口 面色铁青地拼过脸 把她当成空气 阮一姐一口气堵在喉咙里 上不上下不下 难受死了 算了算了 能缠着三哥请她吃饭 已经很不容易了 忍忍吧 经过万达广场时 陆续下意识地往窗外看 旁边 就是他们第一次 滚床单的地方 车窗被雨水阴晕地 模糊不清 似有几分熟悉的身影 闯入眼中 她猛地大吼一声 停车 司机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一脚油门踩下去 三哥 怎么了 小琪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隔天再请你吃饭 你先回去吧 三哥 什么事情 车门阻断了她的声音 陆续迎着犀利的雨势 大步走向路边 阮一姐脸色突变 死死地看着男人的背影 只见她走到路边的长廊下 停下脚步不动 而长廊的木椅上坐着一个女人 女人低着头 下巴几乎贴到膝盖 像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 听到动静 她缓缓抬起头 露出白皙无助的脸 阮一姐的呼吸一下子就顿住了 竟然是她 宋年熙抬起头 目光微微聚拢 看到一双修长有力的腿 站定在她的眼前 再往上 是一张不满怒意的脸 她的脑子有些混沌 陆续的脸色凉薄了许多 这个女人坐在这里多久 知不知道 就算坐在这个鬼地方 还是能淋到雨 她不知道躲吗 所有的愤怒喷涌上来 然而 看到那张脸 她还是深深咽了咽口水 把怒意压了下去 她伸手搭在女人的肩上 宋年熙 掌心触到一阵战力 她的手突然被挥开 宋年熙眼里上过刀具般的疼痛 面色悲怅哀气 竟然是她从不曾在她脸上遇到过的 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真的 求求你们 让我安静一会儿 别逼我了 宋年熙的脸因为激动而胀的通红 隐约能见颈尖凸起的青筋 似乎再承受多一些的力 脆弱的血管便将崩开 陆续眼睛逐渐冰冷 她冷冷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宋年熙的脑袋又无力地垂了下去 整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如同身后的炉灯 陆续走出几步 齐长的身子突然顿住 又大步折回 她走到女人面前 往她边上一坐 一眼不发地看着她 宋年熙抬起头 目光在她身上悠悠转了一圈后 才明白身边坐着的人是谁 她轻轻叹了一声 收回目光 才发现自己全身湿透了 怎么坐在这里 陆续声音轻柔 鬼知道她为了这点轻柔 用了多少力气克制住自己 在看过往的人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他们脚步匆匆 心色匆匆地往家里赶 家里应该有人在等吧 很羡慕他们吗 没错 我羡慕 羡慕得要死 她想有个家 家里有人等她 累了 委屈了 难过了 伤心了 都可以说一说 哭一哭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只能一个人硬撑着 陆续沉默了 这话 她无法接下去 一个父母兄弟都全乎的人 是没有办法体会孤儿的心情 只好轻轻拍着她的肩 想哭吗 我的肩膀可以借你靠一下 不想 为什么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陆续一听这话 就知道她没有拿到监控 宋年熙 一定要这么倔强吗 像我开口就这么难吗 宋年熙身体颤了一下 面上划过一丝不自在 只觉得心下动情的厉害 原本压抑的情绪 在这一刻 完全无法抑制地冒了出来 她用双手捂住了脸 腰弯了下去 我刚刚 也是这么问我自己的 问出什么结果了吗 心里有两个自己在打架 打得很厉害 一会儿这个占上风 一会儿那个占上风 谁胜出了 打了个平手 我来帮你做个决定 怎么样 第七十三集 给我一个面子 陆续的眼神深了些 一只手轻轻 牵住女人的下巴 宋年熙不敢对上她的目光 下巴稍一用力 挣脱了她的束缚 陆续富又看了她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她竟然从她低垂的侧脸 看到了一抹羞男 她一直以为 这个女人是铁打的 陆续之前一直淡淡的神色 这会儿有抹笑痕 若隐若现 宋年熙此刻要是再抬头 一定会发现 这个男人的笑 很迷人 宋年熙 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负责帮你拿到监控 你做立宁的私人医生 宋年熙猛地抬起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李宁的身份比较特殊 她会经常性地受一点伤 那些伤并不适合去医院 我一直想为她找个私人医生 宋年熙安静地看着 顿时觉得鼻子酸了 没有来的 怎么样 陆续隐约觉得 她的呼吸有些重 低头看了她一眼 宋年熙立刻别过脸 眼角又淡淡的泪光 我要再拒绝 就好像有些不识抬举了 现在才知道 她陆三少什么时候 用这种方法 求自己为别人出力 简直笑话 宋年熙站起来 重重其事地向她鞠了个躬 陆续 谢谢你 这个私人医生 我接受 而且 也会认真负责地去做 需要这么证实吗 需要 需要就需要吧 反正随她高兴 陆续跟着站了起来 看了看四周 你的车呢 停在哪里 车子停在马路边 嗯 一会儿负责把我送回去 说完 陆续拉着她的手就走 比起让她放开 宋年熙更想知道 这会儿 她要带她去哪里 我们现在 买衣服 好好的 为什么要买衣服 宋年熙停下脚步不走了 陆续突然觉得 这个女人除了拿手术刀是长相外 很多生活方面都是白痴 宋年熙 你确定要穿着这样的衣服 跟我进五星酒店要监控吗 现在就要去拿监控 不然呢 难道说 还等你看个黄道吉日 宋年熙被赌得无话可说 低头看看自己潮湿的衣服 算是默认地点了点头 两人走进万达广场 陆续熟门熟路地走进一家品牌专卖店 给他配一身最好看的衣服 服务员什么眼神 一看面前男人的气势 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主 立刻挑了几套当即的最新款 先生 这几件都很适合您的女朋友 女朋友 陆续眯了眯眼睛 觉得这家店的品位还是不错的 衣服看着也很顺眼 宋年熙去听得满心色然 想解释一下 又觉得有些多余 不解释吧 又怕陆续对他有什么看法 纠结了半天 他从营业员手里挑了一件简单的连衣裙 到十一间试穿 几分钟后 宋年熙走出来 就这件吧 陆续目光里有光溢出来 都说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 这女人平常不是白大褂 就是白T恤 牛仔裤 简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虽然带着一股子清水出芙蓉的感觉 却比不上这会儿盛装在身的盈盈玉力 不得不承认 这女人长得还真好看 陆续艰难地移过目光 行 那走吧 等一下 我买下单 陆续上前两步 长臂一身 将人搂进怀里 脸上浮上阴霾 宋年熙 你再说买单两个字 试一试 宋年熙无语 怎么就不能说了 看着她这副不明所以的表情 陆续恼火的厉害 可转念一想 这个女人那么要强独立 怕是很少会花男人的钱 她沉吟了片刻 压低了声音 在外人面前 需要给男人面子 原来是这样 那 我等没有人的时候再给 宋年熙 不知道为什么 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陆续一向沉稳冷静的心 特别容易遭遇不安 她的一句话 一个小动作 都能勾起自己的怒火 宋年熙被她的气场震慑住 小心翼翼偷瞄了她一眼 也不敢再说话了 五星级酒店的大堂 金碧辉煌 大理石地面上 干净明亮的 恨不得能倒映出人的影像来 大饼脸经理 见宋年熙去而复返 皱了皱眉 脸上有些不客气 宋小姐 话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怎么又来 我 闭嘴 乖乖在一旁待着 宋年熙正要开口 男人把她往身后一带 面上的凝重 让宋年熙心里发怵 反正自己也帮不上忙 就听她的吧 陆续冷冷地扫了精力一眼 从口袋里掏出香烟 叼在嘴边 又掏出火机 不紧不慢地点燃 一连串的动作 如行云流水般高呀 大饼脸莫名其妙地 觉得腿有点发软 她不是没有见识的人 看得出 面前冷俊男人的一身行头 只怕是她好几个月的工资 不是一般人 于是 她很客气地欠了欠身 把你们老总叫来 先生 我们老总在瑞士度假 他现在不在酒店 是吗 陆续面色冷沉地勾了勾唇 然后掏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石子 你他娘在哪里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到大堂来 否则 陆续哼了两声 直接把电话挂断 酒店经理一听池子两个字 发紧的喉咙瞬间放松了 他们老总明明姓孽 根本不是池 先生 我再说一遍 我们老总不在这里 请您离开 陆续面上的森寒 像是能将酒店经理的身体 射一个对穿 他冷笑着 朝他面上喷了一口香烟 第七十四集 想不想吃点东西 经理猛地一通咳嗽 一边咳还一边叫嚷 保安 保安 把这两个人轰出去 保安闻讯而来 七八个高大结实的汉子 把两人团团围住 陆续轻轻拉住宋年熙 将他护进自己的怀里 宋年熙怎么也没有料到 事情会发展成打架的地步 身体紧绷 他几乎不敢呼吸 担忧地看着男人的侧脸 陆续察觉到他的目光 别怕 这些人一个个的 都在找死 宋年熙将信将疑 又不能问出声 只能紧紧地依偎在 男人的怀抱里 他的胸膛很宽阔 隔着薄薄的布料 不断有温度传过来 脸将将好贴在他的胸口 沉稳有力的心跳 一下又一下 宋年熙提着的一颗心 莫名地安稳了下来 酒店经理那张大饼脸 被烟蒂弹了个正着 气得鼻子都歪了 陆续趁机动了一下脖子脚腕 嗯 前几天和飞不完那家伙打拳 正好没打尽性 今天就用这几个人来练练手吧 宋年熙脸色都变了 一把搂住男人精瘦的腰身 陆续 别冲动 这么多人 你要吃亏的 担心我 陆续淡笑 看了看面前的几个保安 只一眼 气场破人 几个跃跃欲试的保安 被他的眼封锁射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宋年熙急得不知道 要怎么办才好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 心里想着 万一他被人围打 自己关键的时候 要扑过去帮他挡一挡 偏偏陆续此刻 还挑衅似的说了一声 不怕死的 上来试试 宋年熙死死地抱住男人 心想 完了完了 今天真的要挨打了 都给我住手 一个冷力的声音 从背后响起 酒店经理一听到这个声音 头皮一阵发麻 立刻转过身 陪着一张笑脸 聂总 您怎么来了 聂锋把他当成透明人 从他面前走过 阿絮 出了什么事啊 哼 你小子可以啊 撑自己去瑞士度假 让手底下的人 给爷耍威风 怎么可能啊 和谁耍也不能和你耍 我们俩谁和谁啊 再说我也没去瑞士度假呀 哦 陆续一挑眉 揽在女人腰间的大手 稍稍用了几分力道 宋年熙没有那么笨 一下子 一下子明白过来 这个经理一定是收了唐寒 什么好处 否则 唐寒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 自己来要监控 陆续见他明白 又冷笑 你的经理不仅说你去了瑞士 还要让人轰我走呢 聂锋目光锐利地 看了酒店经理一眼 还真是会作死呢 别说面前的男人是陆三少 就算是个普通人 他身上顶着消防中队长的职务 酒店消防安全合不合格 可都捏在这位爷手上 更何况 他们还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 这事要在帝都的贵族圈子里传开 他还有脸混吗 你别生气 明儿我就把人开了 还明儿 现在 立刻 马上 来人 带他去办离职手续 等一下 别说我不保你啊 这一位是陆家三少 我的铁哥们 酒店经理哀嚎一声 也不用别人轰 自己就乖乖地 麻溜地滚了 妈呀 他要知道来的人是陆家三少 借他十几个蛋 也不敢这么做呀 老天爷 求求给颗后悔药吃吧 他好想挖了自己的眼珠子 宋年熙惊讶不已 不 或者应该说是震惊 对于陆家三少这个身份 他一直只停留在抽象的想象当中 根本不知道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现在 宋年熙忍不住扬起头看了看陆旭 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我就不废话了 把唐家大少拿走的监控再给我一份 唐家大少 他什么时候拿走了酒店的监控啊 看来你的经理瞒着你做了不少坏事啊 这事啊 你慢慢问他 先把监控给我 也没有太多的耐心等 一句话 让大唐所有酒店员工倒吸一口凉气 这口气 简直了 五分钟 仅仅用了五分钟时间 监控就到了陆旭手里 他甚至连声谢也没有 拥着女人挥挥手就走了 宋年熙被拥着 僵硬地走出酒店 车子停在哪里 停在 停在那里 送我回家 陆旭松开他 大步走到车前 抱着胸 抬头看着仍在发呆的女人 宋年熙不明白 为什么短短一瞬间 这个男人就变了脸 赶紧小跑过去 遥控开了门 陆旭顺势坐进驾驶位上 嫌弃地看了眼这小破车 把座位往后调了几下 宋年熙坐进副驾驶位 看着长手长腿的男人 曲着腿蜷缩着 头几乎已经顶着车顶 心里不由地替自己的爱车 叫了一声委屈 不是车不给力 实在是这个男人 长得太高大 陆旭没去搭理他 长长的双腿 艰难地动了一下 油门一踩 车子飞了出去 宋年熙摸不准男人的脾气 见他脸上的神色有些不耐烦 也不敢开口说话 陆旭其实也没有什么脾气 就是自己帮他解决了这么一件大事 想让这个女人称赞几声 夸他一下 偏偏这个女人的嘴像只闷葫芦 他的心里有些不爽 宋年熙听着这一声冷哼 抬起劫看着他 饿不饿 想不想吃点东西 陆旭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下 却还是没有说话 我知道 有一家粥店 做得挺不错 想不想尝一尝 宋年熙八百年来 没有这么温柔的声音和男人说过话 刚说完 自己身上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第七十五集 你管得太宽了 陆旭的脸色又缓和了几分 想着 如果女人再说几句好话 自己就勉为其难地应下来 宋年熙连续讨好两回 都没有得到他的回应 一下子没了方向 又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无话可说 车里的气氛又沉闷了下来 陆旭美好气地咬了咬牙 这女人真是属于的 水面上一有风吹草动 她就一个猛子扎到水底 连头都不肯露出来 怎么就这么敏感 感冒了 没有 把额头凑过来 干嘛 陆旭脸色沉了沉 呼吸急促了些 宋年熙立刻就明白过来 这个男人不喜欢说两遍 算了 看在她刚刚帮了她 一个大忙的份上 顺着她一点吧 头凑过去 陆旭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 不紧不烫 反而是冰凉的 没事 我是医生 以后再让我知道 你淋雨什么的 别怪我不客气 宋年熙眨了眨眼睛 点头 算作是知道了 心里却想 他们 能有什么以后 难得女人这么乖巧 陆旭心上的褶子 总算是被抹平了不少 视频的事情 你前夫应该和那个经理 传统好的 后面 你打算怎么办 我其实 找了律师 需要我帮忙吗 我可没有经历 做第二个人的私人医生 行 熟悉的街道浮现在眼前 宋年熙惊得坐直了身体 不是说 先送你回去吗 宋年熙 在我的字典里 只有男人送女人回家 没有女人送男人回家 宋年熙怒怒嘴 这人也太霸道了 下车 陆旭把车钥匙和U盘 一起放到女人手里 回去 把视频好好看看 那你怎么回去 叫个滴滴 哦 再见 宋年熙一下子无话可说 陆旭双目凉凉地看着她 脚步没有动 还有事吗 宋年熙 其实那天我也 突然 手机铃声响 宋年熙忙掏出来一看 对不起 我律师打来的电话 陆旭欲言又止 大步走进雨夜中 宋年熙看着她的背影 深吸了口气 划开手机 赫瑞文 我的监控拿到了 陆旭坐进车里 其实 她刚刚想说 那天她也在洗来灯 住的是1608房间 如果她看到了视频 聪明一点的话 应该会明白 他们两人的关系 算了 以后再找个机会说吧 否则 这个女人心心念念 自己被陌生人睡了 手机响 陆旭看了看来电 显示脸色微变 是陆老二的 老三 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给我滚回来 宋年熙回到家 顾不上吃东西 打开电脑 把U盘插了进去 果然 视频还有余下的地方 冲出房间后 她扶着墙 亮亮呛呛 手突然撑到一扇门 她一个重心不稳 跌了进去 紧接着 过了两分钟 一个打扮入食的漂亮女人 进入了唐浩的房间 宋年熙把画面定格在自己摔进去的瞬间 然后放大 依稀能看出 那扇房门上的号码是 1608 宋年熙的背驰死死地咬住嘴唇 力道之大已经咬出了深深的齿痕 身上是挥之不去的浓郁的悲伤 1608 1608 这是她一生的梦魂 仅仅是想一想 心里就刺痛不已 许久 慢慢松开背驰 把视频打包 发送到赫瑞文的邮箱里 仅仅隔了几分钟 赫瑞文的电话便打进来 声明和视频的事情 我会搞定的 谢谢 1608号房间的客人 要不要我顺便帮你查一查 不用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那行 这件事情解决以后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 赫瑞文的嗓音很好听 可是 听在宋年熙的耳中却很冷 冷得死那千年的寒冰 好 挂上电话 她去卫生间冲了一把枣 连头发都没有吹干 就直接泪倒在床上 睡了几分钟 她重新爬起来 从床头柜的纸袋里 拿出两颗安眠药 就着水吃了下去 然后 给陆续发了条微信 关上手机 沉沉睡去 陆家庄园 副楼 陆续双手插在口袋里 朝沙发上的陆泽看了一眼 阿哥 找我回来什么事 听说 你今天和小杰一起吃饭 怎么就她一个人回来了 就为了这种事情 也值得你把我叫回来 陆泽从沙发上站起来 目光对上陆续的 冷笑 我再次提醒你一句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心里放明白点 二哥 这话是什么意思 陆续虽然触她 但不代表没有底线 这种话 老爷子都不敢这么说 何况是她 听说 你打算出手对付唐家 陆续的手握成拳头 垂在身侧 她的两个哥哥 大哥从军 二哥从商 商场上的事情 有一丁点的风吹草动 都瞒不过二哥 怎么 不可以吗 可以 只要你告诉我 真正的动机 别说一个唐家 就是十个唐家 二哥都帮你面了 陆续的脸色 有些阴沉的可怕 冷凝着眸子 沉默不语 罗三 你在外面做什么 和什么女人来往 我不管 但小杰 是陆家帮你看中的媳妇 该有的尊重和面子 你必须给她 哼 我还是那句话 你管得太宽了 你为什么不顺着 家里的一丝联姻呢 第七十六集 反转 罗三 你应该知道 我的人生梦想 陆续 谋子一案 没错 他知道 二哥的人生梦想 其实和他一样 做一个消防员 但陆家为他 选择了从商 为了弥补 陆家在他的婚姻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才有了三十二岁高龄 还是一条光棍的陆二少 人生 不能与和熊掌兼得 你好好想一想吧 陆续走出房间 一转身 就看到阮衣杰 笑得一脸灿烂地看着他 三哥 我亲手磨的咖啡 你尝尝 大晚上的 喝什么咖啡 擦肩而过的瞬间 阮衣杰胸口 堵持一股无名火 把他一个人扔下也就算了 现在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 太过分了 三哥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我哪里做得不好了 你说 我会改的 阮衣杰 我少请你吃一顿饭 你至于告状到二哥那里吗 我 阮衣杰委屈 这哪里是少吃一顿饭 明明是他在和别的女人纠缠 阮衣杰 有空多出去和朋友约约会 多读点书 别整天就知道跟在男人后面 阮衣杰看着他高大的背影 狠狠地剁了几下脚 他咬咬牙 拿出手机 拨出个电话 哥 你帮我查个人 谁 宋年西 陆续走出庄园 在车库随便挑量顺眼的豪车开走 手机上有条微信 他看了看发消息的人 深不可测的眼里 有一抹淡淡的笑意 直到主动给他发消息了 视频的事情 谢谢您 陆续勾成哼了一声 把手机一扔 手机滚进副驾驶位上 突然有音乐响起 陆队 城北五排楼发生大火 请立刻过队 马上 阳光透过厚重的窗帘刺进来 宋年西微微睁开眼睛 只觉得头有点沉 打开手机 竟然已经上午十点了 怎么睡到现在 他正要爬起来 突然 手机各种消息提示 因蜂幽而至 贺瑞文 视频和声明已经发出 估计会引起渲染大波 你优质点 陈家乐 年西你太牛逼了 这视频你是怎么弄到的 直接打脸啪啪啪呀 那对狗男男的好日子来了 沈欣 我在队里 请不到假 不过看微博 你应该没事了 自己保重 有事给我打电话 陈琳 宋年西一条条消息看过去 看到最后 没有看到那个男人的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隐隐有些失落 他完全不明白 这失落从哪里来 就在这时 又有一条微信进来 宋医生 今天早上 愿办再次就你的事情 召开会议 一致认为 你在专业上是个好医生 撤销昨天的处理 周一准事来上班 其诊客需要你 发消息的人是张若阳 宋年西真的没想到 事情发展得那样快 赶紧点开微博去看 这一看 简直把他给惊呆了 在新视频的下面 贺锐文那个家伙 以贺运律师事务所的名义 发了一条声明 贺运律师事务所受宋女士委托 对其前夫唐涵截取视频 诋毁宋女士的案子 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对决策工作室 伪造宋女士受采访 误导群众一事 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贺运律师事务所 是帝都最有名 也最有权威的事务所 之所以权威 是因为这个律师事务所 从来不为有罪之人做辩护 不管你再有钱 还是再有权 于是 吃瓜群众纷纷倒戈 并挠不当时景象 展开推理 到底是谁呀 真相只有一个 欲盖迷装的那一位 楼上的 唐大少欲盖什么米章啊 推理一下 这还用推理啊 不就是他和苏建信 那点子破事吗 天哪 我只能用两个字 形容这个人 去死 于是 唐涵和苏建信的微博下面 直接原地爆炸 真是倒到一场好戏啊 怪不得老婆要和你离婚 你这种人渣不离 难道等着上天 苏建信 滚出娱乐圈 苏建信 滚出娱乐圈 来来来 谁来推理一下 唐大少和苏隐帝 谁攻谁兽啊 楼上的 请保持对象 等楼盖到五万楼的时候 我们在里研究这个 高深复杂的问题 快看楼 苏建信 滚出娱乐圈 而角度工作室的官微上 一分钟 用来诉说一段长达好几年的婚姻 并且酝酿出眼泪来 这是神奇演员吗 错 神奇演员也做不到啊 于是 角度工作室 成了原子弹爆炸 垃圾工作室 制造假新闻 麻烦滚粗 死狗仔 封号 封号 像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应该去除除薄薄去 人家他妈在救人呢 他竟然还在做好事的人事上泼脏水 真不能忍啊 我好想问候他祖宗十八代呀 祖宗八代 要知道后辈 做这些缺德的事 棺材板都压不住 早晚跳出来找他算账 第七十七集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书房里 白若伊一边刷微薄 一边得意地嚼着口香糖 嗯 救人的视频怎么样啊 那天去找宋姐姐 原本是想把视频给他看看的 结果姐姐没有时间 还好自己没舍得删掉 没想到 竟然派上了用场 哼 但污蔑我心中最可爱的宋姐姐 笨姑娘分分钟拿出石锤 锤死你们 坏蛋们 你们一个个的原地爆炸吧 哦耶 公寓里 宋年西看着这惊天的逆转 连感叹都不知道怎么感叹了 微博可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能将一个人踩死 也能让一个人重生 真心可怕 她柔了柔微痛的太阳穴 默默地卸载了微博 走到客厅 从药箱里找出温度计 这段时间崩得太紧 这段时间崩得太紧 昨天晚上又淋了一场雨 抵抗力下降 可能是发烧了 一凉果然发烧 38.7度 好在家里的备用药都是全的 宋年西烧水吃药 头依旧昏昏沉沉 只能爬上床继续睡觉 就在这时 手机响 她眯着眼睛看了看 是唐寒的 狗急跳墙了吧 宋年西把手机打成静音 不去理她 靠 这个贱女人竟然不接我电话 唐寒气得把手机砸到地上 脸上一片猙獰 我不管 我不管 你要帮我报仇 我恨死这个女人 她毁了我的一切 苏剑信一边捶着唐寒的胸 一边大声嚷嚷 唐寒被她捶得胸口疼 心里烦躁不已 轻轻推了她一把 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误会她了 瞧这个样子 应该不是她做的 什么意思 不是她做的 难道是我做的吗 突然 有敲门声 两人愣了一下 苏剑信去开门 经纪人王哥板着脸走进来 一句废话都没有 苏剑信 因为你的负面新闻 所有的合约方都取消合约 公司让我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正式血藏你 王哥 我是被冤枉的 真的 你要相信我 王哥冷冷地扫了唐寒一眼 这件事情 公司已经再让人暗中彻查 很可能另有隐情 你给我安分点 不要再惹出什么事情来 等风头过了 我会想办法让你付出的 说完 利落地拍拍屁股离开了 另有隐情 另有什么隐情啊 明明是那个女人害我的 苏剑信一脸愤恨 一抬头 见唐寒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又不一了 小寒 那个贱人这样反击我们 你怎么还能忍得住啊 唐寒冷笑 离婚 泄密 反接 哪一件事都不在他们的掌控当中 被自己养的一条狗反接 他要忍得住才怪 宋年熙 我他们要不弄死你 就不配姓唐 晚上 宋年熙醒了 烧还没有退 浑身都被汗水浸湿 喉咙火烧火了得疼 他从床上起来 走出房间 发现自己一点食欲都没有 猛灌了两杯温开水 喝完水 他无力地躺在沙发上 又拿温度计 给自己量了一下体温 稍视退了一点 却还有38度 他叹了口气 房间没有开空调 却觉得冷得慌 他吸了吸鼻子 又隐隐想要睡觉 这是人体对病原正常的生理反应 宋年熙挣扎着回到卧室 关上房门 拉上厚厚的窗帘阻挡光线 把房间制造成 与世隔绝的黑盒子 他爬上床 吃了一颗安眠药 盖上被子 蒙上头 什么也不想地 闭上眼睛 不出意外 这一觉再睡下来 他的病能好上一半 这一觉 果然睡得很安稳 连个梦都没有做 只是 宋年熙总感觉 自己的房间 像是有人进来了 那人颠着脚尖 轻手轻脚地 走在石墓地板上 他很想睁开眼睛 看一眼 只是眼皮太沉了 怎么样也睁不开 另一边的急诊间 朱朱看着面前 这个脸色铁青的陆三少 心跳露了好几拍 天哪 这个男人真的太帅了 浑身不仅散发着 贵族男子的气味 还有薄发的荷尔蒙的味道 他 他要晕过去了 女医生 你看我干什么 给我兄弟治病啊 今天出任务 有个小兄弟 被火灼伤了手臂 送到人民医院的 急诊科来治疗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和宋年熙一做比较 这些女医生的水平 都菜得要命 一个个除了盯着男人看 还会干什么 想到宋年熙 陆续心头微微有些动情 才想起来 自己到现在 还没有回她的微信 朱朱被她的气场震慑住 手不由自主地发抖起来 陆续双目冷冷 转身离开 走出医院 心里沉吟了一下 编辑了一条微信 打算发过去 编辑到一半 她急轻地皱了下眉 迅速删除信息 直接拨了个电话过去 手机响了好几下 没有人接 陆续抬起手腕 看了看时间 才晚上十点钟 这个点 她不应该睡觉啊 陆续双口清理完了 需要办入住手续 您看 朱朱一脸娇羞 好 我马上去 住院手续办妥 陆续和队员交代了几句离开 朱朱真不想错过和陆续单独相处的时间 厚着脸皮追上去 陆续 这么晚了 我请你吃个宵夜吧 还有事 陆续冷冷丢下这句话 踏进夜色中 梁峰拂过她的衣摆 留下一个让人仰望的背影 坐进车里 陆续又忍不住拨了宋年西的电话 依旧没有人接听 该死的女人 竟然不接电话 陆续面上的森寒 像是能将手机屏幕盯穿一样 几秒钟后 心口猛的一记抽动 痛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没有多想 陆续立刻发动车子 直奔宋年西家而去 二十分钟后 陆续站到宋年西家的门口 正要按门铃 突然 鼻尖闻到一点异样的味道 一皱眉间 她脸色大变 立刻用脚去踹门 钢筋水泥般的防盗门 怎么可能一脚踹开 陆续急得心疼 疯了使得连踹几脚 门直接踹出一个洞 她把手从洞里伸出去 咔嚓一声 把门打开 淡淡的天然气味道 扑面而来 陆续眼前一黑 第七十八集 我没有烧水 想着接下来 有可能发生的事 她疯了似的冲进厨房 厨房里 水壶已经烧成一团漆黑 发出刺鼻的味道 该死的 陆续眼明手快地 关了煤气阀 又将公寓的门窗 统统打开 所有的动作 一气合成 做完这些 她手心里不由自主地 冒出一层冷汗 整个后背 都跟着紧绷起来 这个浓度的天然气 如果她晚来十分钟 那么后果 等房间的气味 散得差不多了 陆续冷着脸 走到卧室门口 狠狠一叫 便踹开了卧室的门 宋年西吓得 从床上坐起来 努力睁着 两只烫红的眼睛 看着面前 突然闯入的男人 你 话刚出口 大手将她 从床上拎起来 宋年西 你想死吗 我 宋年西仰头望她 脸上还是懵懵的 陆续手上一用劲 直接把人夹在夜窝下 拖拉着走出卧室 宋年西两腿发软 完全使不上劲 整个人 就像一个麻布袋一样 挂在她的手上 男人胸膛结实 硬邦邦的像石头 砸得她头晕目眩 吴旭 你放开我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自己看看 这壶烧成什么样了 宋年西瞪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 看着兵荒马乱的厨房 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 我没有烧水啊 陆续真想用力 掐死这个女人 她是烧糊涂了吗 手盖到她的额头上 那温度烫得让她精心 陆续绷得紧紧的 面部线条 稍稍松了一点下来 果然是烧糊涂了 估在她腰上的手 多用了几分力 还说没有烧水 你看看水会 都被烧成什么样了 水一开把天然气浇灭 天然气泄露 最可怕的结果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她是一个消防员 见过太多 因为煤气天然气泄露的惨案 只要一想到 这个女人有可能被炸飞掉 怒气就冲出来 我说了 我没有烧水 你吼什么吼 宋年西伸手想要去推她 但面前的男人实在太壮了 她生着病 根本推不动 做错了事情还不承认 还这么理直气壮 真是不教训不行了 陆续眼神立得跟剑似的 额上的血管突突直跳 宋年西 我吼你了又怎么样 你给我管 我家里不欢迎你 宋年西心里真的很委屈 她明明没有烧水 为什么要诬陷她烧了 而且 为什么这么凶的对她 她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病了睡觉而已 陆续活了三十年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敢让她滚的 任无可忍 她一拳砸在厨房的门上 宋年西 你有种再说一遍 一声巨响 厨房的玻璃门隐声而碎 有一片碎玻璃 从宋年西的脸颊边飞过 一下子刮伤了她的小脸 血珠子冒了出来 宋年西感觉到疼 颤着手去摸 竟然摸到了黏黏的血 两行泪 毫无征兆地从眼中落下来 她整个人呆呆地 半张着嘴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陆续猛地惊醒过来 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 多么愚蠢的事情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 陆续越想解释 越解释不清 急得用手去擦她的眼泪 宋年西这般坚强 从来不在外人面前 掉一滴泪的人 听到这一声温柔的 也像是道歉的话 那眼泪竟像是 决堤的洪水涌了出来 陆续这一回是真的慌了 前所未有的慌 她看着女人滴落在 手背上的泪水 忍过脑子 震震地眩晕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是 是 是我故意的 好了 好了别哭了 灌肠刀锋冷血的人 不需要太多的温柔 只需要一点点的温柔 就能让人彻底崩溃 宋年西一边对着她 拳打脚踢 一边哭泣 仿佛要将这十二年来 所受的委屈和痛苦 一次性哭个够 陆续这会儿 肠子都打结在一起了 脑子里嗡嗡作响 心底压抑的怒火 又莫名其妙地跑了出来 她手在女人腰上用了一锅 唇毫无预兆地贴了上去 宋年西一下子僵住了 火热温暖的唇 印上她的唇 还没等她回神 瞬了上来 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将她笼罩其中 温润炙热的唇紧紧贴着 辗转丝磨 掠夺她所有的感官 像是要把她含得溶坏了一样 又像是要把她吞入腹中 宋年西只觉得 整个人晕晕沉沉地 像是在云端上飘 好一会儿 陆续才放开她 这个混蛋 她竟然强吻自己 某个做了坏事的男人 很无辜地摊开手 没有办法 这样才能止住你的哭 你看 你现在就不哭了 宋年西脸红得几乎爆开 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陆续微微掀起了眼皮 目光有意无意 掠过某人的红唇 宋年西生生地撇过头 她还是脸皮太薄了 不像某人 做了坏事 还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流氓 空气瞬间凝结 一个扭着头 一个眯缝着眼 两人就这么对峙着 许久 陆续心里暗叹了口气 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开口 我给你打电话 没有人接 不放心再过来看一下 刚到门口 宋年西的心 瞬间从害羞转化成吃惊 第七十九集 她想你死 宋年西大迟一惊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陆续今天不过来 明天 自己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把回家后的事情过了一遍 一会儿才重新睁开眼睛 直视着她 陆续 我真的没有烧水 吃药之前已经烧过了 不信 你去看我的热水瓶 是满的 陆续微正 下一瞬 她大步踏过碎玻璃 走到厨房 单手把热水瓶领起来 脸色骤然大变 果然是满的 陆续转身 双眼讳莫如深地对上宋年西的毛子 突然 她拉起她的手 走到入户花园的门前 指了指那个被她一脚踢出的洞 我来的时候 门是锁着的 门锁着 她没有烧水 难道是鬼吗 一股冰冷的寒意 从尾椎骨扩散到全身 宋年西战战兢兢地打了个哆嗦 微微靠近了男人 她是个医生 不太相信神神鬼鬼的东西 但这一刻 她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害怕 陆续的毛子 忽明忽暗 身上也激出了一身的冷汗 她走到阳台 认真细心地检查所有的门窗 宋年西 门窗都是关着的 完好无损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是鬼 这个世上哪来的鬼 就算有鬼 也不会上来就害人 那你说的可能是什么 你家门的钥匙 是不是还有什么人用 宋年西猛地打了个寒颤 脸色瞬间惨白无比 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 我拿出去过一把备用钥匙 但是后来又还回来了 我把房盗门设置了密码 就没有太在意 给了谁 唐寒 陆续恍然大悟 唐氏集团做的是房地产 家庄是房地产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他偷偷地 再配了一把钥匙 那是可以打开我家门的 哼 看来 你前夫是想你死 宋年西腿一软 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 后脑勺剧烈的疼痛 他蜷缩起身体 身体开始发颤 他从来没有想到 唐寒丧心病狂 倒要来杀他 陆续一把把女人拽起来 收拾收拾东西 走 去哪里 这里没有办法再住人 去我家住几天 陆家 陆续的家 不用 我去陈家乐那边对付 宋年西 陆续一字一字咬出 目光冷得像把匕首 表情是一副 要吃人的样子 宋年西咽了下口水 把后面一半话 也一同咽了下去 但是 真的不方便 陆续冷笑 不紧不慢地坐在沙发上 手把她的手扣住 摁在了一旁 俯身 对上她慌乱的眼睛 宋年西 你是怕我对你怎么样 我 我怕影响到你 等我把这件事查清楚 然后门窗都换了 你就马上搬回来 男人灼热的气息 喷洒在脸上 宋年西躲了躲 然后点点头 陆续一下子松开她 拿出手机 拨了个电话 阿宝 不管你现在手上 在做什么事 给你半个小时 立刻到宋年西的家里来 十一秒钟 你就可以从陆家滚蛋了 半小时后 吴阿宝先是看了看门上的洞 再跑到厨房 踢了几脚地上的碎玻璃 又把黑乎乎的水壶拎起来看了几眼 一声悠长的叹息声 在房间里响起 三少爷啊 三少爷 你让阿宝说你什么好 你想把宋医生弄回家里住 也不用先踢坏他的门 砸坏他的厨房 在烧烂他的水壶啊 这种追女人的招式 和强盗有什么分别 哎 陆家男人的脸 都给你丢光了 还有 你追什么女人不好 非要追宋医生 你知不知道她的身份 就是当情人养着 陆家都未必肯 三少爷啊 不是阿宝不提醒你 家里那个软小姐 可真不是吃素的 看着娇娇弱弱 一脸无害 实际上心眼 比眉窟窿还要多 你啊 可得悠着点啊 阿宝只能求 观音菩萨保佑你了 另一边 利宁看着客厅里 有些手足无措的女人 心底发出一声冷哼 双手懒懒地插进裤兜里 转身 急着拖鞋上楼 她也在这里暂住几天 嗯 宋年熙看了看客厅的沙发 有些支撑不住 直接就躺了上去 本来烧已经退得差不多了 这样来回以折腾 似乎又烧了起来 陆续看了她一眼 就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扣住她的手 直接把人拉到她的卧房门口 你是房间 我是沙发 不用 我可以 宋年熙 男人眼神微微一沉 那里似藏着压抑的隐忍 又像是随时会爆发的炸弹 宋年熙感觉身上的虚汗冒得厉害 没有再纠结下去 谢谢 正要关房门 陆续一只腿踏进来 饿吗 要不要吃点什么 我想睡觉 陆续抬手摸了摸她的额头 感觉又烫了许多 我已经吃过药了 睡一觉就好 那 脸上的伤我帮你清理一下 宋年熙这会儿才想起 刚刚脸上被划破了一道口子 这会儿摸上去已经结痂 这点小伤 没关系的 有没有关系 我输了算 陆续把人拉过去 也不知道从哪里倒过出的药箱 药箱是新的 各种家常药放在一起 第八十集 小初 别走 宋年熙先手一年 从里面拿出一瓶酒精 用棉签沾了消消毒就好了 不会留疤吗 不会的 那就好 陆续拿棉签沾了点酒精 一手抬起女人围歼的下巴 忍着点 有疼的话叫出来 宋年熙很想直白地说一句 陆三少 你是不是韩剧看多了 这种小伤 只有几秒钟的微微刺痛 可是话到嘴边 临阵脱逃回了肚子里 算了 她也是好心 陆续的手 打架打拳 救火很在行 给人消毒 特别是 给女人消毒 那真是头一回做 手微微有些发抖 该死的 这女人的脸 为什么长得那么小 都没有她的一个手长大 皮肤下的红血线 看得清清楚楚 她真怕自己稍稍用点力 就能将她的一层皮给擦掉 提心吊胆地轻轻擦了几下 陆续后背渐渐涌出汗来 宋年熙也没有好到哪去 下巴上 男人指腹的热度 一波又一波涌上来 她的视线 被迫对着她那张英俊的脸 想要躲开她的气息 都没有办法 在男人指腹松开的一瞬间 她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 小跑回了房间 碰得一声关上房门 宋年熙深深呼吸了几口 也没有精力看看 房间的装饰布局 直接爬上床 掀开被子躲了进去 很久 心跳才慢慢平复 枕间很干净 没有任何异味 倒有一股淡淡的薄荷味道 宋年熙眼睛无力地眨了几下 沾着枕头就睡着了 所有的事情 等她的病好了再说 十几分钟后 房门被悄悄推开 陆续走到床前 静静地注视着女人的睡眼 伸手又在她的额间摸了摸 很烫 还微微有些汗子 她拿起床头柜上的遥控器 把空调关了 又给她严严实实地盖上的被子 才转身离开 夜 渐身 宋年熙昏昏沉沉之间 总感觉有人拿着热毛巾 在给她擦汗 是她吗 她很想睁开眼睛 看看到底是不是她 又或者 其实是自己在做梦 可是 眼皮太重 根本掀不开 应该是她吧 宋年熙唇脚弯了弯 转了个身 谢谢 陆续把毛巾一收 原本皱起的眉心 倒是松开了许多 这个女人 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 才拔去一身的刺 乖顺地像只小猫 陆续忍不住 拨开一点点被子 深目看着她精巧的脸蛋 心底轻轻叹了口气 走出房间 她在阳台静静站了一会儿 拿起手机 拨了个电话 不完 你帮我做件事情 夜更深 陆续从冰箱里 拿了几罐啤酒 走到客厅 刚喝几罐 手机响了 阿絮 小区的监控我已经拿到了 怎么样 确实有陌生人出入这栋楼 那人也确实坐了电梯上了十六楼 应该是他动的手脚 帮我把那个人找出来 需要多少时间 二十四个小时吧 你总得让我睡一会儿吧 我刚从意大利飞回来 啊 快时差还没倒完呢 行 有人要害宋连西 不知何时 利宁站在了楼梯口 抱着胸冷冷看他 陆续扔了手机 喝了口啤酒 嗯 手段挺高明的 这女人今天差一点点死掉 谁这么恨他 唐涵 应该是他 既然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 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周折 我喜欢光明正大的把人弄死 暗粗粗的事情 不喜欢做 利用点 别留下什么祸患 这里不是马来 不流行打打杀杀的那种 哼 麻烦 李宁扔下这句话回房 客厅里安静下来 陆续又喝了两罐啤酒 正打算睡觉 突然 耳边传来细碎的声音 他竖着耳朵听了几秒 一个剑步冲进卧室 床上 女人的双手死死地握着被子 身体一抽一抽的 苍白的脸上带着几分猙獰 背齿死死地咬着唇 几乎要将唇咬碎 嘴里发出的呜呜的声音 像是困境中的小兽一样 陆续轻轻晃了晃他 宋年熙 做噩梦了吗 宋年熙不吭声了 却依旧保持着那样一个别扭的姿势 眼泪却从眼角流了下来 无声无息的 陆续一震 呼吸顿了顿 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宋年熙 你怎么了 话音刚落 宋年熙手一松 被子从指尖滑落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反握住他的手 他握得很用力 像是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似的 怎么也不松开 陆续试了几次 抽不动 只能拿另一只手去擦他的眼泪 越擦眼泪越多 成串成串的 陆续眉头紧皱 这什么毛病 小戳 瞬间 陆续的眼睛里然抽两团火 小戳 别怕 心底传来一片凉意 陆续仿佛又回到十八岁的时候 他站在暗影里 看着台上的女孩 一步一步向舞台中央 扬起湿漉漉的毛子 怯生生地向他看过来 他狠狠地打了个哆嗦 随即 心里泛起奇异的感觉 仿佛眼前的女人 就是那个十六岁的女孩 陆续慢慢躺到他边上 伸手搂住他的后背 他很单薄 一折就能折断 事实上 今天夜里 他差一点点就被人折断 想到这里 心口像是被什么用力冲撞了一下 动荡难宁 陆续想 他得照顾这个女人 结婚生子 平安喜乐 把对另一个女孩的那一份 追悔莫及补上 男人的阳刚之气 让宋年熙有所察觉 他突然转身 用力地搂住男人的腰 小初 别走 不走 我不走 陆续应了一句 轻轻拍他的后背 睡吧 乖 我在呢 别怕 本集播讲完毕 记得订阅 下集更加精彩